俄专家评越南反中大游行,北京在俄也这么干,在2018年6月12日,越南现港反中抗议中,被杀毁的部分车辆俄罗斯专家,针对近日越南爆发反中大游行作出评论,并解释为何俄远东民众没有爆发类似游行。 越南多个城市自6月10日起,连续发生多起民众反中抗议示威,街头示威从南方的胡志明市扩展到首都河内,衙庄,县港等多地,数千示威者包围当地政府举着横幅喊着不要中国,中国出去急反对租借土地,给中国大陆等口号。 越南政府出动防暴警察镇压示威民众,示威者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,反中游行爆发的导火索,是越南国会正在审议的一个讨案。 越南政府计划设立三个经济特区以优惠政策吸引外国投资者这样,中国大陆的公司企业将被允许租用土地99年。 对于越南民众大规模反中抗疫浪潮,北京一如既往地表示,他们是受了反华势力的蛊惑。 该事件也引起了俄罗斯媒体及专家们的关注一些俄罗斯媒体,在追踪报道该消息的同时,也提出疑问,为什么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,也面临同越南相同的局面? 政府要将土地长期租赁给中国大陆企业,但俄罗斯却没有像越南那样,爆发大规模反中游行示威对此问题。 俄罗斯经济学博士,俄远东科学院,越南籍东盟研究院负责人弗拉基尼尔·马兹林,评论说首先俄罗斯还没有通过允许向中国大陆人租赁99年这么长期土地的法律,只是个别的有一些租期很短的土地租赁合同。 他还解释说其次,越南计划设立经济特区的地方都是人口稠密地区,几乎是寸土寸金,而俄罗斯远东几乎是荒无人烟,哪里会有那么多人去游行抗议。 他还强调说,其实中国大陆人并非故意要对越南和俄罗斯远东造成污染,带来生态灾难,而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家乡也是这么干的。 不过虽然没有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,但是很多小规模的抗议。 中国大陆企业燃指俄罗斯自然资源的示威集会也接连发声。 俄罗斯社会精英、专家们也一直大声疾呼,并指责普京政府向东看。 政策是在向中国大陆出卖俄罗斯国家利益。 俄罗斯生态学家叶夫根尼亚吉里科瓦女士一直坚决反对俄政府,将远东土地出租给中国大陆企业,以便中方投资建设钢铁厂、水泥厂、纸浆厂等重污染企业。 他表示我去过中国上海,那不是中国大陆最落后的地区,但环境的污染仍然令人触目惊心。 你必须戴口罩才能呼吸和理流的,是红色的污染过的水一些工业区,甚至出现了癌症村。 我们绝不能允许美丽多姿的远东自然环境变成那样。 俄罗斯政治评论人士阿尔焦姆特洛伊茨基的评论,则更直接。 我已经说了,写了很多年了。 俄罗斯的领导人以服服普京为首干的,完全是被中国大陆策反的特工才会干的事情。 他所有的决定都会考虑北京的利益结果,都会对北京有利。